开办40年来 中华民国111年秋季体育活动联合竞赛 今年首度遗失到离岛金门举行 几乎全台21县市都有派员来参加 人数多达3000人 开幕典礼现场贵宾云集 前总统马英九也道场力挺 体力就是国力 强国必先强生 养成规律运动的习惯 不但能够使人体魄健康 也可以使人心情开朗 并且活化大脑 我们不是东亚病夫 我们是东亚状夫 大家说对不对 对 基隆竞技选手 包括由市议员秦真领队的锤球队 及于贯隆理事长领军的慢速累球队 以球交友锻炼出更加的体力 我们非常高兴 因为我们台湾去秋季运动会 第一次一次到金门 我看昨天来班机都刻刻刻满 而且环店也都刻满 这个可以带动地方账 而且也带动金门的运动风气 我希望说我们基隆的9月3号也是一样 我们的基隆的换店跟所有的餐厅都满了 希望多办这种大型的活动 对地方增加体育活动的亮度 而且也带动地方经济双收 我希望说我们下届市长不管是谁 也要大力来多办这种活动 促进基隆观光 而且提升全民运动健康 希望不只滚倒带动运动的风气 要让我们离岛一起把他带动起来 这一处感谢县长以及唐理事长的主族 才有这一处办得这么成功 而全国县市体育会联合会会长郑景周易行伦 也在金门体育会理事长唐立辉等人的陪同下 到县府拜会金门县长杨振武 主办单位相当用心 准备了观摩项目及竞技项目 期盼透过秋季运动会 可以让各种项目在金门扎根 郑理事长欢迎全台好友 9月3号到基隆来参加万人健走活动 一起走出健康 同时体验基隆魅力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